对于金融市长谢国良连续两天开记者会指控 前市府耗资7亿的成绩转运站权力精涉嫌涂利 前金融市长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首度在立法院回应清楚说明缘由 同时希望谢国良不要一再拉他救援 应该紧述回应外界对他有关处理动案商场的质疑 不是客运的业者 他为什么不去讲这个协议的厂商其实是不关客运 其实我们在当初成绩转运站 一开始也是邀请客运的业者希望他们能够来接应 但是客运的业者认为有13期的月平远高于目前金融的一个需求 那需要维护管理的这个空间 包括公关空间、户外空间这么的大 其实这个是会亏钱的 所以一直流标流标了四次 没有人愿意来接应 最后好不容易有这个业者 愿意结合国光客运来投标 我想这个其实也是要有一些勇气的 所以并不是像谢国良市长讲说 这个跟东岸商场比 甚至跟台北市府转运站 还有金站来比 我想这又是再一次拿着巴辣再比 这个大苹果 那台北市的市府转运站跟金站 那个是百货公司 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相比比 那我们金融的成绩转运站 它非常单纯 它其实就是月台跟后车的空间 另外还有十二席的公车的后车厅 它是要来服务乘客的 那商业的空间呢 其实很少 而且经营也收到很大的限制 那它经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权利金 那谢国良市长又在围扯 那觉得这个权利金这个太少 但刚刚提过全国各县市的转运站 有些甚至是市政府要编列预算来补贴 就算是新北市的板桥转运站 这么优越的一个条件 它的一个固定权利金也是每一年五十万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市长希望他不要为了他自己 没有办法跟社会交代清楚 一再的希望把我这个来拉我来救援他 那不断的去这个用一些 世事而非的行为区域的这些话语 来这个误导视频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那谢国良市长还是应该好好的去回答 社会上对他的一个质疑 这样子还不对 记者张其滕台北报道